比月饼还好吃的奶酥饼 你一定要试试 轻轻一碰就酥脆掉渣 一口下去唇齿留香 简直要被香迷糊了 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做吧 首先准备150克普通中筋面粉 加入40克油 60克水 拌匀 再下手揉成稍软的面团 移到案板上,继续将面团揉匀揉光滑 用保鲜膜包好 先放一旁 油瓶面就做好了 再准备120克面粉 加入60克油 半至无干面粉 有条件的可以用黄油来做 会更香 再整理成团 同样用保鲜膜包好 油酥面就做好了 同油瓶面放到一起 饧面半小时 接着准备70克软化的黄油 加入40克糖粉 拌匀 再用电动打蛋器 打至颜色变浅 然后分两次加入40克鸡蛋液 注意,每加一次蛋液都要搅打完全融合 再加下一次 避免油断分离 再加入20克鸡蛋液 再加入20克鸡蛋液 搅匀 然后加入150克奶粉 翻拌均匀 鸡蛋液 换一下 拌好的馅料是比较干爽的 然后将馅料平均分成12份,揉圆备用 取出馅好的油饼面,简单揉两下即可,给它揉光 然后按扁 放上油酥面团,薄起来 收口捏紧 按摩下一些面粉,防粘 先将面团压一压 再擀成方形大面饼 厚度在2-3米左右 从上至下卷起来 再平均分成12个面积 记得盖好,防止风干 取一个面剂,两头捏合封口 再轻轻擀大擀薄 放上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稍微整理好形状 稍微整理好形状 再擀成小饼状 将剩下的全部都做完 将剩下的全部都做完 一次摆放到烤盘里 表面再塞成大黄叶 然后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60度 烤25分钟 具体时间和温度 还要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烤至小饼鼓起 表面上色满意 即可出炉 取出来冷却之后 就可以开吃了 轻轻一捏就掉渣 薄皮大馅 层层分离 酥酥软软的 一口下去 唇齿留香 简直快被香迷糊了 比月饼可好吃多了 推荐朋友们一定要试试哦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